为了迎接农历新年方便民众除旧不新 新北市环保局从现在开始到30号为止 是针对市民家中的大型废墟家具加强清运服务 不过要记得打电话预约 另外今年的除夕夜当天 清洁队员将全面停止休假 加班收运垃圾到下午的6点 为市民来服务 为了因应农历年前 市民大草食会有较多的大型家具清运需求 并配合国家清洁周 新北市即日起到1月30日 提供家户大型家具加强收运服务 民众只要拨打免付费电话 向各区的清洁队预约即可 包括可能是你家里的床垫 床组或者是有柜子坏掉 那都可以跟我们清洁队预约之后来排出 那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预约来排出的话 那会依照废弃户清理法来做处分 那最高可处新财币6000块的罚款 那另外我们也给提醒民众 其实如果您家的这个家具 其实是还蛮新的 那只是要替换而已的话 可以跟我们的幸福小站联系 另外今年的2月7号除夕夜 虽然刚好遇到清洁队员固定停止收运日 但为了让生命朋友可以开心过个干净好年 当天清洁队员将全面停止休假 加班收运垃圾到当天下午6点为社民服务 垃圾清运的部分 那除夕的部分 环保局这边是加班收运 那初一到初三是停收 那我们在全市73个定点 有提供收运的服务 那另外在初四的时候 那我们就恢复收运 此外家中若是有外观良好 且功能无损坏的家具或家电 可以联络环保局幸福小站 工作人员将安排时间到府收运 并协助将充满爱心的家具或家电 没合给需要的弱势家庭 让物资得以持续循环再利用 介绳将市府长报道